该七五星球今天都特别邀请到的嘉義基督告本意 中医博医书和幼书正在社区的感觉 中医药与生活运用 现在将近80名民众最后了解到 实在中医博医书和幼业安全 台湾人也加以用中医 因为中医博医超本和温和幼性 虽然如此但是中医博医书也是幼儿 如何用力恰好处和安全 让中医书正在社区来感觉 冬天已经到了为了加强民众的荣耀安全 让民众能知道说如何选购好的中药 不要买错中药 嘉義士卫生局特别在郡头里这边 跟郡头里的阳闻距离 一起合办的中药的研习课程 来增加民众选购中药的能力 然后让民众能够买到好的中药 使用好的中药 让身体能够更加的健康 家伙基督告病医中 他没有中医院医疏 在今次博生理工学院研究 但是在本身的家庭身体 破坏状况 经由中医的条例之下 清楚建政中药 有万万条例健康的能量 中医中医是有机会 当然不是很容易 一路走出来蛮辛苦的 那百口百多了很多这样子 那中医是有机会把人的身体 这样一路的往回拉 可是必须要很多的医院挑战 我必须要很多很好的医师 然后就是有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应该还算是比较好的患者 就是说跟医师的配合程度蛮高的 他需要两方面的互相配合 对那我是很感兴趣 就是台下医师 他是愿意把这些东西介绍出来 我不是给他看的 是给他的学生看的 对然后后来也是给他的学生 学出这些东西 那所以我想说把这些东西分享出来 给大家知道就是说 呃就是 卫生叫业维民众林社用油安全 以及中医材公用介绍 其中提出民众核习用的13种中医材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枸杞 那枸杞呢 它有一个明目保肝的效果 挑选的时候记得 这个地头要选白色 才避免硫磺虚 然后这个红枣呢 就是有一些补皮 养血的效果 挑选的时候 最好要选整颗的 最好不要选切片的 这样子才能达到比较安全的效果 卫生叫希望大家可以饮食中药 如果可以安全的使用中药 让吃饱食饱的时候 都可以很健康 最近新闻 董明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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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